优美旋律回到會場中 迎唱布農族八部合音配上泰雅族語祈禱文 他們是北一大原住民學生所組成的 米南北歐展演團 有六位來自不同部落與族群 將台灣原住民豐富的音樂文化分享到國際 他們一直將在六月二十日前往北歐 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巡迴展演 以及參訪四個國家的工作坊 與其他國家音樂家進行交流 我們今年就是要去到 瑞典民族音樂工作坊 跟埃莎尼亞民族音樂工作坊 那除了這之外 我們還會去斯德哥爾摩的 民族博物館展演 以及李杜李杜的 挪威撒美族音樂節這樣子 那總共預計會去到四個國家 那我們的組成就是六個 北一大的原住民的學生 然後我召集他們一起 就是在今年暑假前往歐洲 五個禮拜的巡演這樣 我滿期待可以跟不同國家的原住民做交流 或是不同國家的音樂家做交流 對 因為我自己是讀舞蹈系 其實很少會接觸到音樂這部分 對 所以滿希望這次出去能夠有很大的收穫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在去北歐之前可以更沉浸下來 去思考自己的文化 然後我們唱的每一首歌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的脈絡 我們就可以更深層的介紹他們我們是誰 透過自我認同的脈絡 也期待這趟旅程能給他們不一樣的收穫 他們表示也會學習不同國家的音樂 並在音樂會上共同創作演出 出發前也在北一大二館 舉行北歐展演前音樂會 眾多親友與市長們共相聖舉 當中有觀眾表示看完演出後非常感動 我覺得就是在 算都市吧 就是在都市裡面聽到滿部落的曲風 然後加了一點現代元素 然後但也保留了傳統 像是口環琴 鼻底 排行組的鼻底 我覺得除了震撼以外 更多的是感動吧 看著這些學生們散發音樂與舞蹈的熱誠 進一步跟大眾分享他們的音樂會議 目前也持續募知這趟旅程經費中 期盼更多的力量支持 為夢想努力付出 原視新聞把杜云密布拉路樣 新北市採訪報導